天愛的弟兄姐妹,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慈愛的天父,我們要讚美你, 你實在配得我們一切的敬拜和尊崇。 感謝你賜給我們做上帝兒女的身份和權力, 使我們能夠奉耶穌的名祷告, 知取從你而來的愛、能力和恩典。 主啊,你的話語告訴我們, 我們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將我們所要的告訴你, 神你所賜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主啊,我們感謝你的恩典。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 勝過撒旦借著世界和肉體, 帶給我們的試探和誘惑。 主耶穌基督的保血遮蓋我們, 讓我們不再受到罪的瑕疵。 主耶穌,我們要住在你的裡面, 就如同枝子和葡萄樹緊緊相連在一起, 也因著在你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成為主你的悶徒了。 為著教會聘任牧師傳道幹事的事工, 持續獻上我們的禱告, 求神親自檢選, 讓我們這群羊能夠得到屬林的遮蓋, 也讓教會的各樣事工得以順利推動。 慈愛的父王, 暑假即將來到, 教會主日學夏令營以及青少期的短宣隊, 都為這兒童及宣教的事工盡心盡力的籌備規劃中。 求神賜給同工們足夠的能力和智慧, 讓他們在這當中, 身心靈都得到保守, 也得到神你加倍的祝福。 主啊, 我們也要為這兒教會裡面眾之題來禱告。 求主耶穌基督的飽血來遮蓋, 奉耶穌基督的名來宣告, 每一位基督徒要被聖靈充滿, 生命要被更新, 成為喜愛禱告、讀經、分享福音的見證人。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們都熱意獻上自己當作活祭, 奉獻身、心、靈、時間、金錢、才幹和能力, 被主大大使用。 為著身體有病痛、心靈不平安的主內肢體, 獻上我們的帶導。 求神醫治他們的身體, 並賞賜喜樂平安的禮。 我們的長輩與今奉結, 於六月四日安息主懷, 也求主看顧安慰遺囑的心。 主耶穌謝謝你帶領受牧師來到我們的當中, 要用神的話語來餵養我們的心靈。 我們要將今天的聚會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感謝你與我們同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來我們來領受神的話語。 聖經記載在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一節到第十七節。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節。 我是蒸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解去。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藏在我裡面,我也藏在你們裡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的,我也藏在它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藏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你們若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我愛你們,正如不愛我一樣。 你們要藏在我的愛。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愛。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祂的愛。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 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 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仆人,因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 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不是你們檢選了我,是我檢選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長存。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相父求什麼,祂就賜給你們。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願神的話語,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接下來講道,我們邀請宋牧師。 宋牧師所要講道的題目是,主耶穌的喜樂。 我們將時間交給宋牧師。